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谈简报的科学与艺术的第二部分 简报档的制作 之前我们有提过简报分成三个阶段 三批 第一批是prepare 准备 第二批是制作 produce 第三批是perform 上场 我觉得第一批是最重要的阶段 大家应该要花多一点时间去准备 去想好你要怎么去讲 这个简报 你的论点要怎么把它阐述出来 不要一开始就跳到第二阶段 很多人知道一开始就开powerpoint 就开始做投影片了 这放在后面 先讲清楚你要讲什么最重要 那我们现在就进行来讲第二个部分 怎么来制作 制作投影片档 我觉得第一开始先就是要想讲稿 要讲哪些东西 投影片怎么设计 那里面当然包环 怎么收集资料 整理资料 然后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那我觉得简报制作有三个原则 简单明了 掌握目光 强调重点 那接下来我就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说明 一开始 简单明了 什么叫简单明了呢 我们拿手表来当作例子 但是手表现在设计的越来越复杂 功能越来越多 但是手表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看时间 那怎么样把它设计成简单 大方强调重点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都看过这样的投影片 那个千万不要做成这个样子 投影片应该是要打在荧幕上面 让人类的眼睛可以阅读的 这是不好的例子 那我们再来秀几个范例 这几个范例是从政府的网站上面去下载下来的 这个 这种投影片 你没有选择 讲的人没有选择 就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念 听的人也没有选择 就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看 那这投影片还有很多可以检查的地方 比如说字体啦 字太小太细 那背景是不是都要放这星期大战 这星期大战的背景跟网路交友 有没有什么关系 并不是每一张投影片都需要放这样的背景图 或者是公司的logo 那这张投影片比刚才的要好很多了 至少字数没有那么多 字体也还算清楚 但是底图也还是嫌太花俏了一点 那我接下来就会用这个来当做范例 那在下面的几个章节也会继续 来改进这张投影片 那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背景拿掉 这样就够简单清楚了 你不用每一张投影片就在秀投影 那个底图啦 秀公司的logo 并没有必要 重要的是你要讲的内容 那如果你觉得一条一条这样子太单调了 其实不管是PowerPoint或是Keynote这些工具里面 都有一些好用的功能 用一些简单的图形 把这些文字 把它用比较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来 比方说各种流声图 或者是这样子的3D的图片 那不要那么太花俏 就是让它比较生动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我想这就是我第一点要强调的 简单明了